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华大地上延续近两千余年 而这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下 拒不完全统计有高达五百余名统治者记录在册 不论民族血统 不论王朝存灭时间长短 只看是否公开称帝建立政权 直到清末民初 共和革命孟朝席卷中华 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 皇帝一角色才算退出历史舞台 诸多在位皇帝中 有人默默无闻 有人躬在千秋 有人被称为千古一帝 却最终误入歧途 也有人混沌半生中开窍 却仍旧无法力挽狂澜 人无完人 其中有四位皇帝 却几乎达到完人境地 勤勉为政 为国为民堪称表率 他们分别都是谁 其中最值得敬佩的又是谁呢 一、刘荀、孝宣忠兴 他本是皇室宗孙 曾祖父可是赫赫有名的汉武帝 本应承其爵位 向尽荣华富贵 然而幼年时期 刘荀一家遭污谷之案牵扯 全部入狱 尚在强保之中的刘荀 一夜之间痛失双亲 杏德廷为煎饼吉连旗年幼无辜 横遭祸事 并安排与忠语求对其多家照付捕鱼 这才使他在狱中安稳长大 幸免一死 巫谷一案千连数年没有最终定论 汉武帝因年岁渐长 频发疾病 请宫外有名书士相看 机缘巧合之下 竟让汉武帝选择大赦天下 释放巫谷一案关押的幸存犯人 刘荀因此才逃离暗无天日的囚牢 起初刚从狱中释放的刘荀 因身份特殊 且无汉武帝的诏令 当地经兆淫不敢收留 又将刘荀送回狱中 后来多次辗转之下 刘荀才在自己祖母家中暂留抚养 直到后援二年 汉武帝崩世 或许是自己儿子无法担其重任 又或许是汉武帝良心发现 临终一照理 将刘荀任祖归宗收养在叶庭 但没有封号且遭遇牢狱之灾的皇孙待遇 又会好到哪里的 元平元年四月 汉朝帝驾崩 因西夏无人继承皇位 当时辅政大臣霍光 选择迎立刘荷为帝 因刘荷长流连于烟花向流 创帝之间 不管朝政之事 霍光联和张安氏等人废除刘荷 此时皇位空选 又该找何人坐在此位上 不过肯定也有人怀疑 霍光基本上已经一手遮天 为何不直接谋权篡位 其实在儒家君臣思想的熏陶下 即便霍光如此地位之人 若是取而代之 只会被天下人痛骂 还不如选择一个傀儡皇帝 做自己的摄政王来得更为痛快 在刘荷十八岁这年 霍光将目光放在他的身上 刘荷也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 从天安夜庭 流连市井的落魄皇孙摇身一变 成为执掌天下身着华服的王朝当权者 在夜庭生活的刘荷幸得自己爷爷 曾经布下多番照料 才能跟随官宦子弟 报读四书五经 偶尔还被准许出宫游历 常游历民间的刘荷 更加贴身体会百姓之艰难 在霍光将刘荷迎接回宫时 他就暗自下定决心 势必要推翻外戚专政 成为造福百姓的贤民君主 出登地位后 刘荷选择半猪吃老虎 韬光养晦 表面对霍光毕恭毕敬 事事皆由霍光顶夺 使则内心盘算自己的计划 壮大自己的力量 在刘荷这招已推为今的安排下 刘荷成为霍光十分重义的傀儡皇帝人选 在朝堂之上更加肆无忌惮 刘家天下似乎名存是亡 地劫两年 委居麒麟格十一功臣之首的霍光病逝 大权旁落的局面发生扭转 刘荷趁机对霍家下手 将多年来收集的证据定罪论处 即使身为皇后的霍成军 也被刘荷一封圣旨打入冷宫 外旗专权的局面结束 刘荷的一系列操作震惊朝野 也对企图想要外旗独大的势力 杀鸡儆猴 刘荷步步为营 借用霍显毒杀自己原配许平君一事 薛选收拾 民生暗将 将霍家势力调离朝堂中心 逐渐开启属于自己掌权的时代 早年游历民间的经验 让刘荷时刻谨记 民生问题迫在眉睫 火家专权的十几年内 国家腐败 贪官横行 官僚体系早已溃烂不堪 民众叫苦连天 刘荷直接接受官吏选任 建立官员筛选机制 与民众反应机制 真正做到倾听民生 谁可在州亦可复州 民事国之本 在民众坚定的簇拥之下 刘荷的各项改革措施 稳步进行 在他在位年间 他整理陈年冤假错案 宽衣待民 赏罚分明 国家各项被治理得井井有条 在开疆阔土仪式上 刘荷曾多次亲征前线 平顶匈奴叛乱 彰显大汉天威 还边将百姓一方安稳生活 他开创的盛事局面 被称为中兴之治 风头几乎都要盖过汉文帝与汉武帝 看来当初汉武帝的举措 差点扼杀一代民军 二 刘秀 光武中兴 分九必和 何九必分 王朝兴衰在正常不过 某朝篡位之时 时常在历史长河中上演 往往篡位称帝 改建新朝 他派兵极力绞杀刘家后代 却不知将他覆灭之人 正在暗中茁壮成长 自西汉覆灭 天下分崩离析 各路牛鬼蛇神 如雨后春笋般 纷纷跳出自立为王 有着皇室血脉 生于草堂的刘秀 在儿历之年 暗中筹几兵马 打着光复汉室 的称号 起兵夺权 历史近二十余年 刘秀运筹帝幄 奋力贫杀 先后平定 关中与关东的多股势力 后又袭靖和威夷周公孙树 一步步扫清障碍 完成统一大业 狡兔死 走狗烹 几乎当权者完成统一大业后 第一件事 就是安排一场鸿门宴 开始算计夺回 同自己出生入死的 弟兄手中的兵权 而刘秀却没有做这件事 对待功臣 他赠予爵位土地 妥善安置 批准离朝遗养天年 而他的儿子 更是将开国有功的二十八位名将画像栗转 供后人敬仰 战争结束 国家百废待兴 凋敝民生继续修养 在朝臣上策建言 要求刘秀一举攻入匈奴 趁机夺回疆土 刘秀直接拒绝 他将百姓的意愿放在首位 如果国内局势安稳 正是百姓所希望之警 若仅凭自己私欲 而劳民伤财 征收战士再次发动战争 这就是有为天道与人道 刘秀柔和理政 善待功臣 体恤民意 以德服人 终造就官武中兴之局面 三 赵真 仁宗圣志 黎毛换太子 可谓是史书上颇为传奇的一笔 其中主角便是赵真 相比刘秀与刘秀的艰难发家 赵真可是含着金汤勺出生 以孤孤坠地就被寄予厚望 北宋时期 尹开国之祖赵匡义 怕重蹈前朝覆辙 被九十兵全下 将权力收拢 重用文臣 清武将 对于建立初期的宋朝 此举一定程度上十分适用 历经战乱 国家需要修养生息 可随着时局改变 而政策也凸显弊端 北宋冗兵冗员现象极为严重 赵真继位后 立刻着手整治 任命范仲淹等人进行改革 然而庆礼新政 难以撼动旁之错节的贵族势力 但也算是 肖想改革的一生警钟 为后续王安石变法奠定基础 赵真统治期间 稀有西夏屡屡进反 而北面有辽国虎视眈眈 伺机而动 北宋的境况着实有些糟糕 擦枪走火之间 便容易燃起战火 赵真对两国国情进行分析 决定先挑薄弱的西夏进行进攻 而与辽国开展口舌之战 用重金换来相对和平 心无旁骛的北宋军队 才能全力对付西夏 历经三年征战 西夏最终臣服 北宋终于解决掉一心头大患 维系了长达半世纪之久的和平 虽然不少人对于赵真 以前换和平的外交手段嗤之以鼻 觉得赵真相比其他帝王开疆拓土 他反而畏畏缩缩不敢交战 有些不配撑得上名来 但细细端向北宋当时近况 多年中文轻武 导致北宋军队内部空法 若西夏与辽联合攻打北宋 那后果不堪设想 赵真以仁德享于天下 或许与其他开疆拓土 征战四方的帝王稍显逊色 但这位宅心仁厚的首国之君 也许更加贴切百姓的心声 4.朱有堂 红旨忠兴 明孝宗朱有堂可以说是 最为接地气的皇帝 众所周知 皇帝设三宫六院那三千嫔妃 在历朝历代皇帝登基后 是头等大事 时官国本 而朱有堂却一生从未纳妾 实现与皇后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许诺 这在整个皇帝史上可极为罕见 然而 一位如此接地气的皇帝 竟然有着不被父亲重视 终日东躲西藏的童年 朱有堂母亲是广西吐司之女记事 吐司起义失败后求和 将其送入明朝皇宫与皇帝为妃 彼时明宪宗专宠万贵妃 导致整个后宫乌烟瘴气 人心惶惶 万贵妃善妒 常对怀有子嗣的嫔妃 安安下杀手 为保朱有堂的安全 即使在明宪宗的安排下秘密缠子 毕竟哪个皇帝都需要有继承人成绩国本 即使专宠万贵妃的明宪宗也因常年膝下无子而郁郁寡欢 明宪宗极为惧怕万贵妃 直到朱有堂长到五岁时才对外宣称其身份 并且进行刺名 也就是说前五年 朱有堂连名字都没有 只是一个长在偏僻宫殿 不知身份的孩童 好在即便在如此环境下长大的朱有堂 品行十分端正 在跟随四里坚太监勤级的学习下 年幼的朱有堂读遍经史 对治理国家之道也颇有自己的见解 偶然尖撞到自己儿子对国事侃侃而谈的明宪宗 也算是做对了一件事 悄悄立下即位诏书 即位后的朱有堂第一件事 就是整治乌烟瘴气的朝堂 因明宪宗信奉佛教 导致朝内不少官员跟风承醒 后又对付霸占朝堂鞠躬自傲的老臣 削之流放收回权力 在黑暗中摸爬滚打的朱有堂 从未以狭隘的心思对待世界 世界已痛闻我 我却抱之以歌 朱有堂在位勤于正事 心无旁骛 众开武朝和经言试讲 除此以外 他施笔公亲 为防止宦官专权霍乱朝纲 他亲自接受东西两长等事务 彻底摸查清派 居妙堂之高则优其民 楚江湖之远则优其君 朱有堂切实做到这句话所言的标准 他爱戴忠臣 下续子民 地方上奏的一切事宜 他都亲力亲为 详细批阅 在位期间 黄河决堤 苏松江河道泛滥成灾 朱有堂通宵达旦 浮于案台前 想尽治理策略 妥善安置留民 在朱有堂的统治下 大明王朝在显清明景象 百姓安居乐业 一派祥和 史称 红旨忠兴 一万个心中 便有一万个哈姆雷特 不同人心中的完美皇帝 恐怕也都不会相同 那么 你们心目中的完美皇帝 应当是谁才妥当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